哈哈哈哈 好就其實我是第二次參加黑客手 然後我其實 大家聽得到嗎 這是第二次參加黑客手 然後本來不知道做什麼 然後就看到那個LY在 slag上面說他把那個 G0V的社群的圖文爬下來了 就是包含FB的貼文 還有G0V後期中心裡面的文爬下來 然後說有沒有人要做視覺的話 然後想說因為剛好跟Tableau這個工具很熟 我想說大家來看看到底G0V的人關這些什麼 然後大家都是幾點發文啊 然後過去累計情形怎麼樣 想說那就來做做這件事 所以就下午自己人來做這個 然後這個是先給大家看那個社群的資料分析 上面 這個上面都有連結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點過去 就是這兩個 一個是社群的 一個是粉絲專頁的 點過去就會看到我 什麼樣的結果 然後 從歷年的社產資料PO文的分析看到就是 其實是在2014年3月那時候 3月4月是最多PO文的 然後 反應也是最熱烈的 但是很可惜的 戰術找不到這個資料 因為 最近的時候Facebook更新了那個讚 跟哭跟 就是還有其他心情 所以它的欄位是不一樣的 然後 那個LiP下來資料當中 沒有過去的 戰術的資料 所以就只有最新的戰術 欸 出現問題 是太多人開了嗎 然後留言的話 真的太多人開了 我開單機版了 然後 在分享的話 也都是2014年那時候最多人 然後 看PO文的作者分析的話 平均每個月都有30個人PO文 然後 有史以來PO文過的 有606個人 對 然後最熱門的時段也是 2014年那時候 然後 在聚靈兵裡面的PO文類型 其實跟外面粉專 或是社團裡面的PO文類型 蠻不一樣的 是 在Link的部分 是 到了近幾年來都是 佔比較高的比例 但是其實在其他地方很多是status 就是單純的文字 或者是 附圖的情況 就是 boto的情況 會是比較高的 但是在JellyMisler群裡面 Link是佔居多 這是我覺得蠻意外的 然後 24小時的話 其實蠻 符合大家的想像的 就是 呃 深夜23點最多人PO文 然後 反應也最熱烈 但是很意外的是 下午3點PO的文 累積最多讚 這個我 我還沒有拿到為什麼的原因 這個 然後 另外一個是 平均來講 9點 早上9點PO的文 可以拿到最多的讚 剛上班 就是大家可能不想上班嗎 剛上班 然後先看臉書 先看JellyMisler群 先看JellyMisler群 無分不管是文章數 反應數或是讚數 留言數 分享數 跟平均美則得到的讚數 全部都是最高的 然後這個 這個是可以看 就是每個作者PO文的文章數 這個第一欄是 文章的數量 那個 PO文文章數量最多 然後第二欄是 累積的讚數 就可以看到 欸PO文最多 累積的讚數也最多 然後可以看 累積的留言數 就發現 其實這個人 雖然只有PO一點點的文 但是他的留言 討的最多 然後 最熱門關鍵字也可以看文字語 就是其實 社團裡面最多人 竟然是PO可以這個字語 就蠻意外的 然後這是Trainman 然後 這個是 看就是每個文字 所帶來的 平均戰術最多 是哪一個 就是其實不同籃是不同的結果 然後現在是按照 戰術去排序 最多竟然是新政府 然後 女人可以得到贊數也很多 然後 這個 他們 要請女部的他得到贊數 比人部的他還要更多 然後 這是社團的資料分析 然後 另外一邊是粉專的 其實 結果也差不了太多 一樣是禮拜四的最多讚 可是 後來發現其實 是因為 這篇文章 就是 G20V報道者這篇文章 他累積了破天荒的六千個讚 是G20V粉專頁當中 有史以來最多讚的一個 不然其他都是幾十個讚而已 好 然後 差不多時間了 就是 大家可以聊那個演講 去看看 就是 大家的興趣是什麼 謝謝大家 Woo Woo Yes we can 可以 好 那 那